修复心灵的漏洞 安装爱的补定 大家好 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一天前 顾恩陪我去例行产检 胎儿一切正常 预产期在一个半月后 回到家 顾恩去阳台接了个电话 是不是有什么棘手工作 我小口喝着温牛奶 你去忙吧 不用担心我 没事 你和孩子就是我最重要的工作 他勉强露出一个微笑 我笑他太紧张 他看着我的双眸 神色郑重 我只是太期待了 不能有一点闪失 那天 从来不做家务的他 破天荒地主动去厨房 为我煲了一碗汤 我喝着那碗温热微甜的汤 轻轻抚摸隆起的腹部 觉得这一年的辛苦和委屈都值得了 顾恩 他会是个好爸爸 孕晚期总是很容易困倦 喝过汤没多久 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在梦里 顾恩一手牵着个孩子 一手揽着这黄师梦的腰 朝我笑 我哭着去拉他 却被一脚踹翻在地 从睡梦中惊醒 我的嗓子着火一样干哑 虚汗几乎浸透睡衣 小腹也隐隐作痛 我想喝杯水 刚穿上拖鞋 我身体失控地滑出去 重重摔在地上 下腹传来剧痛 我惊恐地看着 从身体中流出的血水 在地板上蔓延 孩子 我们的孩子 顾恩身为 心尽流量小生 不仅与我官宣闪婚 还在我预产期前两个月 就推掉了所有工作 专心陪我代产 此时 却因为我的疏忽 出了意外 他没有责怪一句 非常沉着地抱起我 走向停在别墅门口的保时节 先血染红了他的真皮座椅 再去医院的路上 我一遍遍地 用沙哑的嗓音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知道地上有水 他面无表情地开着车 用一只手握着我的手 要不是那只 和我一样冰冷而发抖的手 我会觉得 眼前的男人冷静地可怕 急救通道格外畅通 看着寸步不离 陪着我的顾恩 我的心也逐渐镇静下来 直到他接到那通电话 我才知道 此时的黄师梦 正在国外生产 他们想用那个孩子 替换掉我的孩子 从而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我的手脚仍被绑在手术台上 只能眼睁睁看着医生 将整整一管药物 推入我的动脉 此刻 我终于明白了 一年来 顾恩的种种表现和筹谋 带着滔天恨意 我不甘心地闭上双眼 再次睁开眼 我竟然又回到了熟悉的卧室 抚摸着平坦的小腹 按亮手机 原来是这一天 看着桌子上日期 新鲜的化验单 我握紧了双拳 顾恩和我曾是高中同班同学 我偷偷暗恋过他 他不经意地回眸 几句简单的日常对答 都能撩动我的心绪 我的座位离他不远 每次老师突然叫他回答问题 我总能快速而低声地告诉他正确答案 他知道 我喜欢他 高中毕业后 他签约了演艺公司 我考上了一所985院校 从此之后再无交集 我在朋友圈上公布了上岸本校研究生的喜讯 他迅速点了赞 看着时隔四年的互动 我的嘴角逐渐上扬 回过神 自嘲地笑笑 下楼倒垃圾 却看见了站在阳光下的他 被暗恋对象追求 是我不敢想的浪漫 在无比炽热的16天后 我们闪昏了 新晋流量小声 与素人官宣领证的新闻 冲上热搜 顾恩的粉丝在网上疯狂谩骂我 对于粉丝舆论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毕竟 他们的哥哥在事业上刚有了起色 就突然英年早婚 让梦女们怎么活呢 我并不在意旁人的评价 尤其是只敢躲在键盘后的那些 开始 还有粉丝骂顾恩恋爱脑 后来大概是经过他经纪公司的空庭 全都一边倒地骂我狐狸精 他们试图扒我的黑历史 得到的信息却寥寥无几 父母不在身边 从高中起就开始住校 品学兼优 除此外 没有更多有效信息 干净到不能再干净的履历 也正因如此 我才会是他闪昏的最佳人选 我深吸一口气 拨通顾恩的电话 果不其然 在得知我怀孕的消息后 他和上一世一样 开心地语无伦次 自己在电话里叙叙叨叨个没完 说来可笑 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太爱孩子 其实他只是替他和黄师梦的未来高兴 他提议晚上一起吃大餐庆祝怀孕 我压下心中的仇恨 柔声说 导师刚通知 今天有实验任务 改天再庆祝吧 顾恩有些错愕 这是我第一次拒绝他 上一世 他也提出庆祝 我答应了他的邀请 盛庄坐在餐厅里 傻傻等到人家打样 也没等来顾恩 因为他想起来 最应该一起庆祝的是他和黄师梦 此时已经怀胎一个多月的黄师梦 终于找到了我这个 完美替身 他的父亲是港圈曾经的影帝 自从顾恩搭上这条线 接了不少商务资源 但黄师梦娇声惯养 又没有演技 算是黑红出道 所以顾恩和黄师梦几次试图炒CP 都被双方粉丝拒绝 为了自己的前途 顾恩就想出了这个既能绑定黄师梦 又能炒热度的计划 他们早就计划 好用我来吸引粉丝们的火力 同时提升粉丝包容度 反正我和孩子都会被他不声不响地除掉 就像抖落了几粒尘埃 在我死后 顾恩可以用丧妻 申请好爸爸的人设 亲自抚养他和黄师梦的孩子 等时机成熟 事业稳定 黄师梦在以善良后母的人设 嫁入顾家 养自己的亲生孩子 多完美的恶毒计划 我不是没有怀疑过 顾恩到底有几分真心 又有多少算计 可闪婚后虽然聚少离多 但该焦粮的时候 他却是很积极主动地卖力气 于是 我就骗自己 不如就相信美好吧 有时候我会想 他是不是已经查出了我真实的家庭背景 我的哥哥宇文英 是著名影视公司CEO 宇文集团是全国十大名企之一 旗下业务遍布生物 化学 健康等领域 我不想让富二代的身份 聚焦不必要的关注 害怕生活中的小事 被镜头过分解读和放大 所以从高中起 就有意隐瞒家庭背景 我求家人先别见顾恩 只想赌一份纯粹的爱情 却没想到 它比我能想象到的底线还要狠 一路地顺风顺水 让我高估了人生的容错率 也低估了人性的恶 披着人皮的 并不全是人 晚上九点 我从实验室回到家 顾恩竟然也在 孕妻对气味总是格外敏感 我闻到了他身上的女士香水味 他拿着艳运单看了又看 宝贝式地拍了照片 又主动过来吻我 我没压住恶心 无嘴嫌恶地躲开 他有些恼怒 我的运反应有些早 中午恶心地都没吃饭 我红了脸 低头说 顾恩神情柔和下来 握住我的手 我正想和你说呢 学业太累了 休学一年吧 等宝宝出生后 再去搞科研也不迟 我假意感激地点点头 我会考虑的 上一世我告诉他怀孕后 他用甜言蜜语 哄我休学一年 我恋爱脑上头 竟然答应了 第二天就去学校办了手续 给导师气得够呛 据说 后来岳教授当着师兄师姐的面 大骂我恋爱脑 甚至说 十年内不再招收女研究生 那段时间 我就像中了鼓 被那张帅脸迷了心智 一步步陷入沼泽陷阱 这一世 爱我的人 一个都不辜负 害我的人 一个都跑不掉 顾恩提出要带我去附近的那所私立医院 再系统地检查一遍 我明白 关心是假 不放心是真 我十分配合地顺利完成检查 他将我拥住 深情地说 你先别去上学了 行不行 我听说研究生是可以延期的 再说了 你老公还养不起你吗 他的宠粉目光 经过千百次练习 天真又宠溺 令人不忍心拒绝 我听话地在家休息 他也理所当然地忙他的工作 以前也是如此 在我孕期的前六个月 他几乎很少露面 我只好一遍遍刷着他演的偶像剧 不自觉地带入女主角 边看边甜甜地傻笑 恋爱脑越来越严重 距离预产期两个月的时候 他满脸歉意地告诉我 终于赶完了所有工作 接下来的时间完全属于我 当时的我感动地说不出话 打消了所有疑虑 谁知道 他的寸步不离 只是为了盯住我这个替身 从而方便 他根据黄师梦的产期 及时让我意外早产 那晚他亲手熬煮的甜汤 地上莫名出现的液体 都是他的手笔 我冷笑着拿起手机 疯狂拨打他的电话 喂 老公 我好想你呀 你能回家看看我吗 喂 古恩 我刚才看了个笑话笑死我了 我讲给你听呀 哈哈哈哈 喂 古恩 我的手机找不到了 急死我了 喂 你在拍戏吗 偷偷视频直播给我看吧 嘟嘟嘟嘟 顾恩不接我电话了 我开始给他的助理打电话 才打了十个电话 助理就把我拉黑了 我又兴致勃勃地上网 疯狂爱他合作过的导演 娱乐圈的朋友 当然也包括黄师梦 我自说自话地秀恩爱 让他们多照顾一下顾恩 才过了半天 顾恩的电话就主动打了回来 对不起宝宝 刚才正在拍戏 不能及时接电话 以前 他倒是没叫过我宝宝呢 顾恩继续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宝宝 你要是实在觉得在家无聊 继续去上学做实验也挺好的 但是预产期前三个月就回家吧 月份大了危险 到时候 我一定天天陪着你 我假装开心又懂事地回应 谢谢老公 老公想得真周到 不过 他吞吞吐吐地开口 为了把工作在预产期前都赶出来 我会很忙 宝宝要照顾好自己哟 没问题 老公你就放心去忙 不用担心我 我压下翻江倒海的恶心 好 雨飞真懂事 有事给我 给我助理打电话也行 刚挂断顾恩的电话 我哥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飞飞你怎么了 恋爱脑晚期 在网上发什么疯 上一试 我刻意藏起来 休学的事也没敢和家里说 还推托学业太忙 不参加任何家庭聚会 想生完孩子再给他们一个惊喜 我都不敢想 在得知我的死讯后 他们该有多痛苦 如今我不打算再拒绝家人的好意 我把地址发给了哥哥宇文英 让他来家里聊聊 半小时后 哥哥拉着我坐到沙发上 从小你就有自己的主意 怕人家给你扣上富二代的帽子 非得隐藏绅士 你说 你怎么就栽在了顾恩身上呢 那小子 我一看就是个吃软饭的 光脸长得好看 有什么用 高中时候 我就让人警告过他 不许和你在一起 哥哥自觉说错了话 赶紧停住 但我只是真诚地笑笑说 谢谢哥 宇文英沉默了几秒钟 问我 是出什么事了吗 我常常呼出一口气 哥 我本来怕说了你不信 你能这么看顾恩 我就放心了 宇文英皱眉 身体微微前倾 那小子欺负你了 我把上一世的遭遇 讲述成了一个梦 只是调整了一下时间顺序 最后 我拿起桌子上的验孕单 心有余悸地说 被噩梦惊醒后 我去了医院 竟然真的怀孕了 昨天他还让我休学待产 和梦里一模一样 哥哥周身的气场都冷了下来 严肃的神情 令五官更加立体深邃 我不由得心中感慨 还是陪伴家人的时间太少呀 否则身边有个这么帅的哥哥 早就应该对顾恩免疫的 宇文英心疼地看我 我当然信我妹妹 况且在圈内这小子 本身也是心术不正的 我把复仇计划告诉了他 宇文英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为了亲妹子 我就牺牲一下 我翻了个大白眼 你可拉倒吧 比起你五彩斑斓的生活 这可不算什么 宇文英收起玩笑的神情 我马上给你联系手术 你可别舍不得 这种人的基因 咱不能留 留下对社会也是祸害 他帮我联系了我家集团旗下的私立医院 所有流程保密处理 我用手轻拂小腹 沉默地点点头 在妈妈的陪伴下 我完成了流产手术 搬回家休养 我们的非非受委屈了 妈妈什么都没说 只是抱着我 显然她已经知道了我的计划 压抑了太久的泪水 再也控制不住 我就这样尽情哭了一场 与曾经彻底告别 下午 我躺在床上 给导师发了微信 岳教授 实在不好意思 昨天出去玩被疯狗咬了一口 可能要多请几天假 导师 我还以为你要因为结婚退学呢 狗怎么样了 我 被我亲哥一脚踢死了 导师 好 有困难说话 你挺有天赋的 休息好了 把进度补上来 学习材料我让同学发你 我很感动 岳教授没有提及网络上被吵得沸沸扬扬的热搜 也没有问任何让我难以回答的问题 也许他能猜到 我是被生活的恶犬狠狠咬了一口 顾恩与黄师梦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的计划中 我却也没闲着 夜以即日地做实验写论文 阳光正好 我在网上发了一张做实验的自拍照 饭圈依旧没放过我 这图辟了三小时吧 要真长那么美 不早就进娱乐圈了 谁知道他装模作样做的什么实验 别再出来做妖了 你根本配不上哥哥 宁愿我们的嫂子是黄师梦 我挨个回复 生活不只有眼前的染缸 还有饭盒里的咸菜 提炼人渣实验 可以啊 大家的好嫂子 不少黄师梦的粉丝 产生了应激反应 留言更加激烈 正当我意犹未尽之时 导师发了条V病爱特我 活动结束后有晚宴 一起参加 配图是一张国家级学术论坛颁奖里邀请函 评论的风向悄然发生了变化 岳教授竟然是宇飞的导师吗 你们知不知道他有多牛 不是吧 这姐真是搞科研的吗 真粉丝情远离正主私生活 我觉得宇飞嫂子挺好的 高颜值 高学历 背景简单干净 看着逐渐改变的评论风向 我趁热打铁 随机挑选了几个骂得最凶的粉丝 发了律师函 恰巧全是黄师梦的大粉 今晚 一定有人坐不住了 果不其然 转天一早 哥哥就发来一个压缩文件 我打开电脑 慢慢欣赏 第一个视频是顾恩独自开车 停入黄师梦家车库 大概是对我风停的逆转太过生气 二人刚见面的时候 黄师梦情绪非常激动 甚至忘记了拉窗帘 他反复锤打顾恩并哭泣 这一切都被位于他家对面房间的高清镜头 忠实记录下来 在顾恩的安抚下 黄师梦终于平静 在镜头里 他警惕地左看右看 拉上了厚重的窗帘 第二天早晨 才驾车离去 我保存好素材 笑而不语 等着参演接下来的好戏 正在图书馆写论文 顾恩给我打来电话 有个真人秀直播综艺邀请 一会儿你签一下合同 语气里全是巨傲 仿佛他带着我见了多大的市面 也对 在他心里我唯一的价值 就是用命给黄师梦的孩子上户口 最近实验室比较忙 可以不去吗 我假装为难 只是每周末直播 不会影响你太多工作 再说 他没有说下去 但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再说 我的学业并不重要 是啊 除了能让他名正言顺地 用孩子拿捏黄师梦 我的一切对他而言都不重要 包括生命 综艺里还有谁呀 娱乐圈的人我都不熟悉 我窃窃地问 你只要记住少说话就行 看在我的面子上 没人会为难你 那好吧 这周六日录制第一期 早晨我派人来接你 周六一早 我精心化了淡妆 穿一件简单素雅高定白裙 手上小巧红润的珠串 更衬得肌肤雪白 古恩看向我的眼神 有一瞬的惊艳 就像高中他第一次见我的那天一样 我知道那眼神中也是有喜欢的 但那又怎样 还是敌不过真金白银的前途 别墅中 黄师梦和另外两位嘉宾先抵达 直播间已经打开 那二人有一部新偶像剧要赏 正好来做宣传 我笑意盈盈地朝他们走过去 和他们一一打过招呼 黄师梦微微皱眉 眼里闪过一丝极度 目光越过我 深深看了顾恩一眼 不过 很快他就管理好表情 拉着我的手问 与飞这手串真漂亮 是玛瑙的吗 是射箱珠 我眼神清澈 黄师梦大惊失色 赶紧捏住鼻子向后躲 你不是怀孕了吗 姐姐怎么知道的 因为不足三个月 我们没打算告诉别人 可见你和顾恩关系不一般 我叫你一声姐姐 不介意吧 看他反应很大 笑得更灿烂了 开玩笑的 不过姐姐 你躲那么远干什么 你又没怀孕 我抬起白皙的手腕 道 这是高仿的不值钱 我不像你们娱乐圈 日新208W呀 弹幕 这声姐姐一叫出来 我怎么觉得 甄嬛传 那味出来了 与飞这姐妹儿 也不是省油的灯 之前有人说 黄师梦脸上有蕴像 不会是真的吧 你们看那俩人 并没有太大反应 她是真的怕 导演看着直播间蹭蹭上涨的评论量和观看人数 非常欣慰 对宇文英又佩服了几分 为什么人家能成功 慧眼如炬呀 随便推荐的素人嘉宾都这么会搞事情 黄师梦冷冷瞥了我一眼 并没有回应 从小在港圈耳濡目染 什么修罗厂没见过 她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只觉得我太蠢 就算介意她与顾恩的CP 也不能一上来就开撕 她轻轻哼了一声 站在更靠近顾恩的地方 娇称地瞪了她一眼 果然顾恩假装不经意关掉了麦 低声对我说 差不多得了 不是告诉你少说话吗 她不知道 这座别墅在拍摄前进行了改造 即便不用卖 也到处都有高性能的收音设备 我朝她乖巧点头 不用看也知道 我此时一定查位十足 但慕 顾恩爹位那么重吗 与飞本来看着就查呀 哥哥提醒她一句怎么了 虽然但是 黄师梦这表情 是生气了 令两位偶像剧新人 略觉正尴尬的时候 节目组端上来各种新鲜食材 让嘉宾们自己准备午饭 可以在展现厨艺的同时 增强互动 上一试 为了给顾恩惊喜 我的厨艺增长不少 穿上围裙就开干 不多时出锅了三个菜 扣肉 炖猪蹄 三杯鸡 这三道菜 都是顾恩上一世的最爱 做饭的时候 另外两位嘉宾 就在不停地吞口水 而黄师梦却躲得远远的 但慕 与飞这手法可以呀 看着都香 他不会是因为厨艺 才抓住哥哥的胃 爬上哥哥的床吧 虚 别瞎说 这解贼爱告 到底是有人演难吃 还是有人在演好吃呀 饭菜端上桌 屋内陷入诡异的安静 大家都在低头猛炫 扣肉肥而不腻 晶莹剔透 入口的瞬间 层次丰富的浓香直冲添灵盖 香辣猪蹄外皮是爬嫩的胶原蛋白 内里的筋肉还保持着很好的脆弹韧性 一吃一个不支声 再来一口鲜甜雅香的三杯鸡 浑身都舒适了 大家吃得酣畅淋漓 谁也没注意 黄师梦一口没动筷子 直到他忍不住喻了一声 迅速跑向厕所 直播奸诈了 这解不是真怀孕了吧 果然 遇见真香的饭 大家都是闷头干饭 无人夸赞 因为生怕少吃一口 不是吧 黄师梦定力这么强 一口没吃 刚才与飞做饭的时候 他就躲得远远的 好像闻不得厨房的味道 顾恩恋恋不舍地放下筷子 等在卫生间门口 帮他打圆场 没事吧 是不是最近胃口不舒服 里面翻江倒海凉酒 黄师梦不自虚浮地走出来 借机宣传一波自己的敬业 连拍了好几个大夜 又有需要下冷水的戏份 胃确实不好 不好意思 打扰了你们吃饭的兴致 弹幕 没打扰 他们都快光盘了 顾恩惠义 与他一唱一和 你太敬业了 就是不愿意用替身 也怪雨飞 做的饭菜太油腻 卫生间距离餐厅本来就不远 我听玩笑了 把顾恩碗里快装满了的肉菜 全都倒进了垃圾桶 虽然有点浪费 但为他不是更浪费吗 弹幕 饭还没吃完就敢骂厨子的 真是不能惯着 哥哥说的也没问题呀 这饭确实油腻 楼上的一顿饭就给你们收买了 况且你们还没吃到 只有我觉得 他们俩现在还吵 CP有点不尊重雨飞嘛 下午暂时关闭了直播间 嘉宾们可以短暂休息 顾恩和黄氏梦关了脉 走到天台上 可他们不知道 这档节目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 这座别墅自然也是我哥特意给设置组安排的 同意全程拍摄也是签过合同的 只是没有限定时间段 你不是说雨飞是最好拿捏的选择吗 才半天 他就搞了那么多小动作 你不会是真喜欢他 耍我吧 怎么会 你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你生下孩子的那天 就是他的死期 顾恩伸出手 拥抱着黄氏梦 乖 你和个死人计较什么 要不是因为我这身体不易受孕 也不用 非得留下这个孩子 黄氏梦把头埋进顾恩肩窝 怎么 你不想给我生孩子吗 顾恩一脸委屈 我坐在哥哥车里 面无表情 看着隐藏摄像头拍下的视频 哥哥恨不得 现在就叨了这个畜生 我拉住他 这狗东西 不配脏了咱们的手 就让他们狗咬狗吧 傍晚 导演组在院子里布置好了烧烤桌 并宣布有一位空降嘉宾即将到达 直播间再次开启 黄氏梦立即摆出一脸期待的职业微笑 宇文英迈着长腿走进别墅 脸上挂着身是微笑 和大家打招呼 不仅是直播间沸腾了 几位嘉宾也不淡定了 纷纷表示 看看孩子吧 我们想拍大荧幕电影啊 这可是海纳影视CEO宇文英啊 出品的每一部影片都是经典 只要一上院线就吊打同期影视片 黄氏梦的眼神就没从我哥身上一开过 标准九头身比例 清爽干练的流畅肌肉线条 呼之欲出却毫不油腻的胸肌 深邃却少年感十足的精致五官 令大家移不开目光 也就是他不愿意进娱乐圈罢了 我哥走到黄氏梦面前停下 握手的时间明显延长 他说 黄小姐比荧幕上还漂亮 我对伯父也是敬仰已久 黄氏梦一脸地受宠若惊 他又故意走到我面前 微微偏头问 这位美女是黄氏梦抢答 顾恩的妻子 不是咱们圈子的 暗戳戳把自己和我哥画到了一个圈子 我哥点点头 又朝着他灿烂一笑 接下来的时间 受到鼓舞的黄氏梦就像一只开瓶的花孔雀飞舞在我哥身边 晚上的烧烤氛围异常和谐 与文英似乎和所有人都能聊得上来 只是眼神停留在黄氏梦身上的时间明显更长 他一杯杯地向黄氏梦敬酒 他毫不犹豫地尽数喝下去 我感受到了顾恩的不悦 但面对资本大佬 他当然什么也不敢说 大墓 黄氏梦这也太明显了吧 胃口又好了 那可是宇文英啊 质疑黄氏梦 理解黄氏梦 想成为黄氏梦 为什么顾恩的表情像便秘了一样 因为CP要被拆了吗 晚上九点 直播再次关闭 顾恩走向黄氏梦 还没来得及说话 他就被宇文英一个眼神给叫了过去 两个人又拿了一支酒 在窗前有说有笑 我哥不动声色地拿出手机点了几下 我知道 他关闭了全屋的高敏收音系统和隐藏摄像 半夜 顾恩辗转反侧睡不着 搅得我也睡不着 恨不得一脚给他踹地上去 他悄悄起床 去阳台接了一个电话 本想等回去再翻看偷拍视频 但他忽然提高了声音 什么 九月份 那时候你可是怀胎七个月了 你什么意思 当初是你说的 如果没了这个孩子 你就很难怀孕 现在什么都安排好了 你又想中途变卦 我可告诉你 你的运检报告还在我这里 你的小视频我也存了不少 我无耻 你就是什么好人吗 黄师梦我告诉你 别想过河拆桥 我心底冷笑 果然 自私的人 哪有什么真感情呢 不过都是权衡利弊而已 宇文英告诉黄师梦 要在九月份开始 拍摄一部大制作影片 冲击春节档 看来黄师梦是为这个大饼动心了 他要舍弃他们上辈子用我的命保护的孩子 孩子在他们眼里比不上一个拍电影的机会 我和孩子的两条命 却比不过他们的孩子 花费别人珍贵的东西 当然不心疼 我知道 顾恩压根就不是有多心疼他们的孩子 而是怕失去了拿捏黄师梦的把柄 而即便黄师梦在恋爱脑 也没有多少血可以给他吸 他父亲这个老牌影帝 在资本的裹挟下 已渐渐是微 如果能抱上我哥的大腿 就能带着他们全家飞升 节目组准备了简单的早餐 大家陆续来到餐厅 今天导演原本计划拍摄一点简单的花絮素材 就结束 顾恩一脸疲惫 正喝咖啡 他看见我没有说话 反而移开了目光 我也没说话 边烤面包 边看哥哥发来的信息 随着 叮的一声 烤面包机中的面包好了 我伸手去拿 黄师梦却挤突然开我 抢走了那两片面包 我一脸震惊地看它 宇文哥哥还没吃呢 你懂不懂规矩 黄师梦拿着我刚烤好的面包片帮我割抹黄油 导演示意打开直播 黄师梦才不怕 观众的态度能比抱大腿重要吗 他认真涂抹着 身体还轻轻扭动出曲线 又媚眼如丝风情万种地递给宇文英 刚进直播间的网友 这是在干嘛 黄姐这是模仿揉面那个姐姐吗 有钱人真会玩 这大早晨的谁受得了啊 才一天 这发展也迅速了吧 姐姐你让开 让我来 宇文英接过面包 心虚地瞥了我一眼 本来今天起得就早 我是不可能让人抢了早餐的 我等了宇文英一眼 从她手里拿走了抹好黄油的面包 一口咬下去三分之一 外表酥脆 内里香糯的面包 瞬间安抚了我的焦躁 黄师梦先是不理解 之后又幸灾乐祸地大笑 宇飞 我看你是找死 竟然敢这样多宇文英 你不在娱乐圈 可能不知道宇文家的厉害 还不赶紧道歉 别连累你老公也没戏拍 弹幕 宇飞这姐好疯我好爱 请别连累我家顾恩哥哥好吗 我看宇文英不一定会怪宇飞吧 还怪可爱的 我没理他 继续慢悠悠地咬面包 顾恩端了一杯咖啡过来 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别光吃面包 干 喝点咖啡 他又朝我哥走过去 宇文兄 实在抱歉我替宇飞道歉 他就是被我宠得太厉害了 宇文英一笑 深深看了黄师梦一眼 我看黄小姐的作品 是也看到过顾恩先生的身影 演技不错 我正在无聊摆弄手机 也刷进了我们的直播间 顾恩说完话之后 忽然涌入了一万多人 弹幕量瞬间暴增 都是夸顾恩宠妻 骂我是做精配不上顾恩 不得不说 顾恩行动力很强 接下来的几天 网络上都是对我的谩骂 综艺中我的每一句话 我说话的每一个表情都被恶意解读 我像往常一样进出实验室 导师邀请我中午一起吃饭 我知道他是怕我尴尬 午饭时候 我发给导师几篇论文 询问可不可以上学术大刊 导师翻看着我的论文一脸惊喜 我就知道没看错你 你这水平绝对没问题 上一世在家待产 虽然没去学校 但我可也没闲着 本想着生完孩子继续读研再发表 没想到没了机会 这几天 顾恩倒是经常回家 一副心情很好的样子 想来黄师梦最近的经历 都在我哥那里 我哥给黄师梦画饼 黄师梦给顾恩画饼 但是顾恩已经不想给我画饼了 我知道离他动手的那天更近了 除了学习和实验 我闲暇时间就剪剪小视频消遣 终于 我收到了哥哥的提醒 顾恩从自己的私人医院 拿到了流产药 以我对他的了解 黄师梦必定已经去做了流产手术 那么我对他而言 就毫无用处 甚至是拖累 他怕直接离婚 我会留下孩子 这样他就要支付不菲的抚养费 还要忍受纠缠不清的未来 顾恩一定不会留下这样的隐患 指纹锁响起开锁提示音的时候 我打开了个人直播 在文案处输入 好多人啊 是来看我们甜蜜日常的吗 这个号自从我重生回来就开了 发过几个日常小视频 直播综艺播出后 吸引了几十万粉丝 我将手机放在厨房隐蔽处 又假装亲热地端出一杯羊枝甘露 亲爱搭 你回来了 快来喝点凉的姐姐鼠 见我坐在沙发上 没拿自己的饮料 他笑得很轻松 没换衣服就走进了厨房 打开冰箱 产了些冰块 他快速为我做了一杯冰咖啡 笑意盈盈地端给我 我接过咖啡 假装抿了一口 就推开他冲进厨房 假装熨吐 顺便收起手机 我拿起装冰咖啡的瓶子 满脸歉意地对顾恩说 呀 我刚想起来 约了同学逛街 我先走了 冰咖啡我路上喝 他欲言又止 却没有理由阻拦我 出门后 我看见直播间都在刷一句话 飞姐别喝咖啡 有加料 我冲着镜头浅浅一笑 多谢大家的关心 但是老公是最爱我的 我先去逛街了 拜拜 半小时之后 顾恩给雨飞咖啡加料 的话题被挂上了热搜 两个小时后 我打电话给顾恩 顾恩 我肚子好疼呀 你别急 先打车去我们运检的私立医院 顾恩果然不顾我的死活 只关注医院是不是能开具对他有利的证明 我没有说话 直接挂断了电话 此时 家中的隐藏摄像头 完整地拍下了他联络私人医院医生 以及忍不住提前和黄师梦分享成功喜悦的过程 我发了一张之前拍的医院照片和憔悴流泪的照片 配文 我永远失去了他 大家自然就联想到了顾恩在直播中给我 加料的一幕自媒体营销号 也开始花样剪辑顾恩 加料 时候的动作和微表情 而那杯加料咖啡 早被我交到了警察局 我没有告顾恩 我告的是那家医院和医生 那天之后 我就搬回了父母家 那家医院也被查出不少猫腻和违禁药物 被勒令停业整顿 我哥见时机成熟 和黄师梦玩起了失踪 他追到我家别墅小区外敦堵 果然看见了我哥的车 但副驾驶却坐着我 我朝他招招手 黄师梦在气氛中也不忘拍照片 当天 雨飞甩了顾恩 又缠上宇文英 的话题上了热搜 我不慌不忙地交给媒体 之前保存的所有视频素材 有顾恩婚内进出黄师梦小区的 有直播综艺 背后的故事 黄师梦马上跳出来硬说综艺是剧本 他根本没怀孕 但丢掉的路人员再也捡不起来 一时间网络上各种声音齐此彼伏 吃瓜群众也不知道要信谁 宇文英趁此机会和黄师梦摊牌 你黑料太多 大导不敢启用 况且你还偷拍我 我吃着西瓜 用手机看着隐藏摄像头拍下的一切 黄师梦跑到顾恩家大闹 最终把顾恩也闹急了 反怪他为了一个电影机会打掉了孩子 又逼得他非得打掉我的孩子 才弄得人才两空 黄师梦哭哭啼啼跑出门 我赶紧找人黑进了顾恩的账号 把保存在他电脑的黄师梦的运简单 发布到了网上 黄师梦自然以为是顾恩对他的报复 转脸就找了他爸来处理 最终 顾恩在路上出了意外车祸当场死亡 黄师梦的父亲涉嫌故意S人 被抓进警察局 黄师梦失魂落魄地回到香港 我拿到了顾恩的遗产后 网络上对这件事的议论声还没有平息 有人说 顾恩黄师梦确实不是东西 但宇飞就是好人嘛 他不是也在没离婚的时候 就上了宇文英的车 由于缺了两位嘉宾 那当直播综艺的导演 决定改变综艺性质 转变为家庭日常类综艺 邀请的都是明星家庭 当妈妈拉着我和哥哥的手走进路至别墅 但莫再次疯狂了 我真该死啊 宇飞和宇文英长得那么像我竟然现在才发现 还是宇飞更像妈妈 天 这节也隐藏得太好了 宇文和宇一字之差 骗得我好苦 所以 顾恩和黄师梦根本不知道她的身份对不对 那天阳光很好 那对偶像剧《新晋》 CP演员也成功参演了9月份开拍的电影 据说 有人在街头看见过一个疑似黄师梦的人 抱着一个小枕头 默默念叨着什么 导师发文 恭喜我论文登上顶级学术期刊 一年后 我便跟回曾用名宇文飞 并入职了宇文集团旗下的生物公司 公司每年都会向妇女儿童救助组织捐赠10%的利润 愿每一位一时被爱蒙蔽 双眼的朋友 都有逃离泥潭的机会和勇气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